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六周选举提名日 那槟城各个选区如果要说话题性十足的第一名战区 肯定就非民政党主席刘华财上阵的八六败莫属了 刘华财确定上阵八六败 这个马来选民占了65%的马来区 希望靠着来势汹汹的绿朝马来票为民政党破弹 但是却引爆了在当地耕耘已久的基层 伊斯兰党的基层不满 在今天的提名日现场 现场媒体镜头都在玩寻人大赛 大家要找的目标就是伊斯兰党的支持者 有媒体观察报道 伊党基层完全没有再给脸 集体玩失踪 那刘华财的提名现场是一个伊党的支持者 人影都没有的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代表国盟出战宾城八六败选区的一号候选人 民政党主席刘华财的提名现场 国盟蓝色旗海飘飘 刘华财的支持者团队当中 也有不少的马来助选员 就连国盟总秘书韩沙在牛丁 也特地风尘谱苦 赶长也要赶过来 给这位民政党的一哥加油打气 刘华财上阵八六败 虽然有国盟总秘书现身支持 但有伊党派代表来支持吗 那韩沙左看右看 找懵了也好像找没人 伊党的支持者人到底去了哪里呢 伊党的基层真的不满 刘华财上阵马来选区八六败 而集体搞杯葛都不来露脸吗 刘华财说媒体误会了 才没有这样的事 这好像刚才你们 我不懂哪一个报纸讲说 没有伊党的人 其实他们也有伊党的支持者 过来整20个 刘华财解释 伊党其实有派了20个人来支持 以表诚意 不过他认为 相比起成员党的支持吗 成员党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是说重要 就是说人民的支持 会来得更重要的 看完民政党一哥的提名现场 欢迎一个镜头 来看宾州火箭两代首长的提名大队 原任宾州首长曹冠友 今早整装待发 在一片西蒙的红海浪潮下 出发到提名中心 竞选八方疙瘩中议席 陪同阵容更有来自沙拉越的旅游部长张庆幸 惊喜现身 而教育部副部长林慧英 也出现在队伍中力挺曹冠友 妹妹林慧英虽然到巴当哥打力挺曹冠友 但林冠英的提名大队 不只有老婆贴心相随 更有国振兰的大妈团加盟 形成声势浩大的红蓝大队 七日政治苏敌 国阵南军帮林冠英喊口号助选 要求自拍合照 还破天荒一起手牵手 那这种过去半个世纪都不曾看过的场景 真是再次教会大家 政治是门可能的艺术呀 而身穿自己经典口头尘 心旺发踢舍的林冠英 拉票的时候也给宾州选民送上这句 所以希望人民能够让我们在宾州 希望你们在宾州成立一个团结政府 跟这个联邦的团结政府自同道合 来发展宾州 而让宾州人民 行啊 翁啊 voilà